这一段他开始讲的不是之前所讲的 他的建议移什么不移什么 是讲他自己的出身 第一段刚才讲到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度崩吵 他其实跟了他很久 朱葛亮跟了刘彼很久 就会念想以前先帝在时的一些时间 也会怀想自己当日为何要跟先帝去打天下 所以这一段就是陈情之说 神本布衣功耕于南洋 我本来是一个布衣 这个布衣就借代怀百姓 功耕于南洋 功就是亲自 亲自在南洋跟踪 这个南洋其实就是我们之前看过那篇《龙宗》 《龙宗》对那个《龙宗》 功耕于南洋 即是说我现在亲自在南洋这个地方耕作 由功耕这个字其实就衍生出来 就是所谓的所谓隐居 即是在大时代里面 是在一个没人知道的地方去耕田 因为都要三顾神于草劳之中 这个草劳之中 刚才下面所说的 三草劳之中 其实就是南洋的地方 这个是隐居的意思 功耕就是隐居的意思 久存性命于乱世 不求闻达于诸侯 久存 久就是孤且 孤且或者暂且保存性命于乱世 你逆的时候就会发现 你要逆的时候就说 孤且保存性命在乱世就不通的 因为在乱世之中 这个就不能够在巨尾 所以就要稍微做一个调整 就是说 孤且在乱世里面保存着性命 而不求闻达于诸侯 保存性命于乱世 这个不用译了 不求闻达于诸侯 达就显达 闻呢 这个就不是闻 即是不是以那个闻 是指有明望的意思 有明望 有明望 和显达在诸侯之间 即是在诸侯之间 是有所谓得到赏识 或者提拔 又或者是扬名 即是在这个乱世之下 诸葛亮他所选择的 其实本来是想隐居的 就不希望在这里做什么官 或者要求功名 那就 先帝不以臣卑鄙 误字枉屈 三顾神于草涛之中 之神以当世之时 那先帝 就不 并没有 因为我的卑鄙 这个卑鄙 卑是指出身低 出身卑微 即是他地位不高 出身卑微就叫做卑 鄙就是见识浅薄 就叫做鄙 就不是卑鄙小人的卑鄙 这是古今词而最基本的不同 卑是指出身卑微 而卑是指见识浅薄 其实也是一个字谦之词 恶字枉屈 仙解枉屈 枉屈这个字 就是屈就 屈尊就卑 即是所谓委屈自己 屈就自己 就是说他以一个堂堂的 即是皇亲国籍的身份 去到一个窮乡辟阳的农中 去探放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诸葛亮 所以当时就 其实他是一个所谓恶屈 即是诸葛亮认为刘彼 其实是将自己的身格贬低去拜访诸葛亮 所以就有恶屈这个说法 恶这个字其实就是所谓侮辱的意思 侮辱 其实这个侮辱 自己侮辱自己 其实就是谦持来的 即是说其实刘彼 他就是自己委屈自己 来到他三顾神于草庐之中 这个三就真是指三次 顾就是指 拜访 拜访神于草庐之中 知神以当世之事 即是以当世之事知神 当世之事就是天下三分的事 大家之前看《龙中对》 即那篇第一条已经处理了 用这个当世之事 天下大世应该如何去处理 来到咨询我 由是感激 因为这件事 这个事就是这 因为这件事 我就感到十分之 这件事是振奋 激动 感到很激动 感到很振奋 所以于是就 踏运先帝 用我的驱辞去踏运先帝 说以驱辞去先帝 这个驱辞 后席 后来就遇上 倾幅 这个值就是遇上 时间遇上 后来遇到倾幅 这个就特别是指长板战役 即是败战这件事 这件事就令到 熟悍只能够屈于一角 后席倾幅 于是就受任于败军之制 奉命于危难之间 这个有一个很明显的对偶 其实这篇文章的对偶是比较丰富的 但我们不需要多说 以来二十有一年 以到现在为止 有二十一年 这个二十一年 其实是计算是由 是由 随许先帝以驱辞 到现在二十一年 这个以字其实是一个代词 就是那 即是那件事到现在 已经有二十一年了 先帝之神谨慎 先帝知道我行事很谨慎 所以临崩 刚才说崩曹的崩 忌即是托 祈托 祈托就托扶神以大事 这个大事就是所谓白帝城托姑 这件事 即是将阿斗交给诸葛亮去辅助 接受了托姑之命以来 到现在为止 宿夜休叹 我早晚 都相当之 即是担心 亦都相当之感叹 那就宿夜休叹 休叹什么 即是担心和感叹什么 恐怕会托扶不孝 没有这个效果会相先帝之命 其实他宿夜休叹 不是一方面他担心托托这件事 托姑这件事不能够完成 其实是担心相先帝之命 即是说先帝是有他的英明之处 他英明之处就是在于他能够看到 就是诸葛亮觉得自己有受之遇之恩 于是就 接着这个所谓托姑的事情 如果这件事做得不好 不是令到我自己 即是诸葛亮自己的名声不行 是会伤害到留给他的知人 善任这一个军王之道 所以就一定不可以损害到 不可以损害到这个先帝之命 所以这件事他要承传 他要白帝承托姑这件事做得好 要令到后面所说的轻伏汉室还于旧都 所以他就做很多事情 所以五月到炉深入不武 他五月就过炉江 这个炉江就是去南边的地方 各位同学有地图的话 我们之前在讲龙津队的时候就说过 如果诸葛亮要能够北伐中原成功的话 必须要无后顾之忧 而后面就不能够安抚 只能够攻佛 我们之前在看三国志诸葛亮转的时候也看过 他是带兵去西南去平定西南的叛乱 所以就写着五月到炉 五月到炉就是去南方打仗 所以后面所谓南方二定就是这个意思 深入不毛 这个不毛之地我们今天成员都会有 这个毛字其实就是相通 是通草花头的毛 草花头的毛或者草花头的字 你不懂得解 就当它是一般的草或者菜 其实是植物的意思 于是就是说这个地方是不毛之地 就是说连一般的草都没有 那就是很荒凉的地方 草梁是第一个解释 第二个就是指他偏僻 一般来说就先解他草木不生 然后再解他是一个偏僻之地 或者是万二之地 那就是因为要令到北伐中原是无后顾之后 所以他特意去一转后面 就是去一转西南去清除了后面西南的地方 所以现在了 现在南方已定兵甲已足 就是在在西南的战争里面已经恢复过来了 这个兵就不是指士兵 DSE已经问过了 兵其实是指兵器 甲可以指规甲或者指海甲 规甲或者海甲 金南方已定兵甲已足 应该要做的事情就是掌率三军 掌就是掌励 率就是统领 就是说这些军队已经齐备了 应该对他加以掌励和加以整理去统领 掌率三军就可以北定中原了 你会见到南方已定就对北定中原 他要做的事情最终希望能够可以回复以前的辉煌 舒歇努顿 让除奸空 轻伏汗室 还于旧都 好 舒字 舒基 之前说过了 应该是这个基 基乎的基 舒基 就是很希望的意思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说 这个字解希望是可以的 但是请同学留意这个是一个负词 它不是一个表示希望的负词 它不是一个动词 舒歇努顿 歇我们今天都会说歇尽所能 这个歇字就是尽字 希望可以尽量努顿 努就劣马 顿就是不锋利的刀 不锋利的所谓利器 不锋利的刀 人 那就是说他用这个努顿 其实就是比于自己 比于诸葛亮自己没有才能 那其实都是自谦之词 自谦之词 希望可以利用自己的低劣的才能 能够可以让除奸空 这个让就是排除或者消除 这个是重复的 让除 奸空 奸就是奸险之人 另外一个写法比较常的一个奸字 就是这个奸字 这些是相通的 奸险之人 又或者凶恶之人 可以让除可以消除这些奸险凶恶之人 最后希望可以达到一个 就是所谓轻伏汉室 还于旧都 可以轻伏汉朝的正统 因为刘彼是以汉朝正统自居 还回去旧都 这个旧都 这个旧都 其实就应该是指以前西汉的长安 和东汉的洛阳 这些明都之地 还于旧都 其实这个还于旧都就是指修复山河的一个很强的象征意义 此臣之所以报先帝 而中陛下之即份也 这个就是我 所以就是解用来 这个所以不是原因 是用来报答先帝 而对陛下尽忠的职责 和本分 对陛下尽忠 这个忠字就是以陛下为忠的意思 即份也 至于 至于 因为他去了出去 所以在潮内 或者在外内潮内 在这边斟酌选益 去讨论 之前说过斟酌 就是权衡 或者 衡量 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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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衡量这个所谓国家的施政的得失 而且毫无保留地 毫无保留地 向君主 献忠言 这些就是游之伊允等之任也 这个就是他们的责任 他们来